近一周来外汇市场的行情和欧美的经济数据紧密相关 上周美国的GDP和PCE数据以及欧洲的PMI数据发布后 都出现了短暂的波动行情 在外汇市场中 欧洲和美国债券是引发行情波动的中心 通过对比两年期的欧债和美债利差 以及欧元对美元汇率 能够发现两者今年来几乎是同涨同跌 虽然欧美经济好都会引发两个债券利率的上涨 但由于涨跌幅度的不同 引发了欧美汇率的波动 不过从6月份开始两者出现了明显的背离 主要的原因在于欧洲核心通胀的顽固 但考虑到欧洲GDP处在技术性的衰退 而美国的GDP增长2% 再加上加息对于欧洲银行业同样施加压力 欧洲和英国央行的加息速度 很有可能没有市场想象中那么快 因此应该以中短线逢高看空欧元对美元为主 从欧元对美元一小时图来看 200均线水平、鳄鱼线咬和还未开口 从短线来看 如果明后天欧洲和英国的PMI或者PPI数据表现不佳 欧元对美元便有了逢高做空的机会 限价上方的阻力在趋势线和前高点共同结构 1.0915附近 一旦向上突破1.093便需要及时止损 而再上方的阻力则要看1.1的箱体上沿 下方的支撑在1.084附近 棒美的行情有些类似 从英棒对美元一小时图来看 价格已经跌破了三角形头部结构 虽然受到GDP和PC数据的影响 棒美大跌大涨回到了景线附近 但支撑已经较为脆弱 反而受到了趋势线的压力 考虑到意外加息50基点 并没有让棒美突破趋势线阻力 交易策略应该以逢高做空为主 限价上方的阻力位置在1.27附近 而1.272是止损位置的参考 下方的支撑分别在1.266和1.26的两个前低点位置 相比之下 黄金受到了各国债券利率同涨的影响 近期的价格走势不佳 从黄金一小时图来看 200均线向下 国债利率持续的攀升 不利于金价的反弹 在突破1930之前 交易策略应该以水平正当为主 需要注意 国债利率的上涨 虽然不利于金价 但同时也不利于欧美的银行业 一旦银行业出现问题 黄金便会获得多头突破的动能 因此金价虽然短线的压力较大 但长线的支撑也并不弱 短线交易可以考虑 逢高做空或者突破做空 高位的阻力在1930大关 而突破的支撑则在1920 再下方的支撑则要看1910和1900两个大关位置 由于今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没有重要的数据发布 交易的入场可以关注明后两天的行情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